这个单元要谈的是 父母教养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父母的教养通常是要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父母对子女的温暖的程度 有些父母对孩子充满着温暖和亲切的态度 他们对孩子很专注 也会回应孩子的情绪上的需求 并且尽量花时间跟孩子多相处 相对的比较不能够关心孩子的父母 经常是看起来比较更关心自己的需求跟兴趣 而不是孩子的需求 那么比较温暖的父母 很喜欢听孩子描述他的生活上面的经验 而比较不关心子女的父母 对于孩子的日常生活的经验 可能没有那么感到兴趣 而且也有的时候觉得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我们在一般的幼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父母亲用比较温暖的方式来跟他互动 比如在这张图当中 母亲在孩子回家的时候 就很温暖的说 希望他能够去吃东西 同时也很关心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孩子可能会报告 他在学校的同学遇到的状况 爸爸回来之后可能比较晚 但是呢爸爸回来之后也很关心 孩子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那小朋友就有比较多的机会 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跟爸爸和妈妈来分享 那么当然有些家庭现在因为 亲戚的情况 父母亲工作的繁忙的情形 有的时候回到家 可能爸爸妈妈都还没有回来 这时候也许他可能会看到字条 或者是父母亲会留钱在桌上 那这些呢都是还蛮普遍 偶尔或者是经常会发生在家庭中的情形 但家长回来的时候 可能小朋友在做功课 但是爸爸或妈妈可能还在忙 譬如说爸爸可能出差了 妈妈可能还有事情要忙 但是小朋友的功课 也许老师是希望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一起来完成 那这样的情形也是发生在 许多现代的家庭当中 父母亲的工作的繁忙的情形 偶尔或是经常发生 而像小朋友在跟父母亲互动的时候 比较无法感受到父母亲的温暖 父母亲对子女的控制呢 通常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是心理上面的控制 而父母亲常使用的方式 包括给予奖励 或者是爱的抽离 或者是让孩子觉得羞愧跟内疚 另外的一种控制 叫做行为的控制 那就是父母亲定定规则 并且限制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这样子的方式上头 对孩子在行为上面的监控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于孩子最好的教养方式 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温暖跟控制 这两个层面上面 都有适度的一种展现 尤其是对于控制的适度 我们有许多的讨论 父母亲要把行为的控制 定在什么样的标准之下 才叫做合理 那我们通常会发现 过度的限制或是控制 常常对孩子的行为 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温暖跟控制 这两个层面来区隔 我们把父母亲的教养方式 分为四种典型 第一种典型呢 叫做独裁专制式的教养 结合着高控制和低温暖度 而这个教养的方式当中 父母定定的规则 可能比较严格 并且希望孩子努力 或者是只要遵守 这些规则就好 非常强调服从 以及对父母的尊重 父母和子女之间 在这样子的独裁专制式的 教养类型当中 他们可能主要是根据规则 而彼此之间的弹性相对就比较少 在互动当中 互相迁就 互相理解的这种情形也会比较少 所以独裁式的父母通常比较不能 也不会考虑孩子的需求或者是愿望 第二种的类型叫做民主 微信式教养 民主的教养是结合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跟 温暖 但不会是很高 也不会是非常低 可能尽量的适度 那么也希望能够培养出孩子的责任感 在这样子的教养方式之下 父母亲会向孩子解释规则 并且鼓励孩子提出问题来讨论 让孩子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定这样的规则 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定定规则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 孩子在遵守或者是尊重定定规则的人 会有很不一样的态度 同时也对自己的行为有比较多的责任心 跟比较多的承担 第三种的类型叫做纵容式的教养类型 父母亲会提供温暖和照顾 但是很少控制 在这样子的教养类型当中 父母亲通常能够接受孩子的行为 而且很少惩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控制比较少 所以孩子可能在自我学习控制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他要靠自然的结果 来了解责任 以及自己行为的控制应该如何来进行 第四种类型叫默不关心式的教养 在这种教养的类型当中 父母亲既不提供温暖也不控制孩子 基本上父母亲可能没有很关注孩子的需求 但是他们会尽量提供孩子的基本生活上面的需要 然而对于孩子的温暖跟控制都比较少 也意味着父母跟子女的互动的时间有比较少的情形 父母亲也可能比较不希望跟孩子有过多的交流互动或是情感上面的连结 这样的默不关心式的教养的类型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是很辛苦的 孩子可能要自己学习到许多的有关于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行为的规则 以及结果的一种承担的责任 这些部分呢 父母亲都没有机会或是没有时间来跟孩子一起来成长 那么孩子可能自己要单独去面对许多生活上面的问题 大多数的情况而言 民主微信式的教养对孩子来讲是最好的教养方式 父母亲用民主微信式的教养来教养他们的孩子的时候 孩子通常有比较好的成绩 并且有比较多的责任感 不太想要依赖别人 而且通常也有非常友善的态度 相较之下 使用独裁式的教养的父母 培养出来的孩子通常比较不快乐 有比较低的自尊 而且通常表现出较多的侵略性的行为 纵容式的教养方式 所教养出来的孩子 比较容易冲动 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 而莫不关心的教养方式 所教养的孩子 在学业上面的表现比较不佳 并且容易有侵略性的行为 因此对孩子的教养 父母亲应该是以结合控制和温暖的方式来进行 用比较合理的解说的彼此都同意的方式来定定行为的规则 让孩子有更多的了解以及知道如何来控制他们的内心的需求 以及行为的表现 父母亲的教养也可能受到文化和经济的因素所影响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父母 可能对于所谓适当的温暖 或者是适当的控制 有不一样的看法 欧美国家的父母 可能希望孩子成为一个独立快乐的人 他们相信给予适当的温暖 适当的开放 以及在控制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孩子参与 才能够展现或是实现这样的目标 但是有很多的国家比较重视合作 比如说东方社会的父母 可能会以克制孩子的情绪 要求孩子服从父母 认为是一种实现家庭当中和谐的关键的因素 因此东方社会的父母 可能对于控制 会要求比较多一点 父母亲的教养的风格 也会受到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影响 比如在美国 经济地位比较高的父母 比较采用民主威信式的教养 而经济地位比较低的父母 倾向用独裁式的教养方式 而且也比较有多一些的惩罚 那这样子的差异反映出来 社经地位以及教育程度上面的差异 对于教养子女的方式 或者是风格上面有一定的影响 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亲 可能因为在工作上头 也有比较多的受令于他人 当他们回到家之后 比较将工作职场上面的互动的关系 呈现在他的家庭互动当中 或许也会比较多的 用命令式的口气 来教养他们的孩子 而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父母 可能希望孩子多能够理解 并且参与各种的决定 所以因此会更细心的 更友善的去了解孩子跟孩子互动 并且把孩子的发展 视为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逐渐复杂化 越来越精致化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经济的条件有限 经济地位比较低的父母亲 他的压力可能比较大 那这时候呢 给予孩子的温暖的程度 也相对的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此我们也发现许多 社经地位较低的家庭 可能对于生活所需 没有办法有非常充足的条件 或甚至于住在比较不适合孩子居住的区域 比如周边有比较多的暴力犯罪 或者是毒品的居住的社区当中 这对孩子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我们对于父母的教养的方式 对子女的人际关系的影响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